她的这个空间的狭小感 也导致了她的这个节奏会变快 我们没有过多的那种 在场景上的感官刺激 所以需要我们把每一场戏 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都想不同的招 在医院里藏着一大笔钱 我们的存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要赶出这个门 我就告诉他们 我才是真正的蔡里昆 恒山医院讲述的 其实就是一个谍战故事 它是发生在民国时期 在上海 共产党 国民党 还有日本人 三方在一起争夺一个 银行账户的这么一个故事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呢 真诚实的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我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 也没错 咱们因为钱成了一条船 跟别的谍战戏不同的是 它会偏喜剧一些 它的这个空间的狭角感 也导致了它这个节奏会变快 事件也密集一些 松嘴 你给我松嘴 快 行行行 你要走 你走 那我告诉你 你得交代车 就你再走 你们俩干嘛呢 在场景上极度的集中 就是恒山医院 我们的将近百分之七八十 这些景都是在病房 要么就是医院的办公室 走廊 医院的院子 就我们没有过多的那种 在场景上的感官刺激 所以需要我们把每一场戏 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都想不同的招 几天都在拍病房 这个病房你知道很小吗 所有能架的机位 正常机位都用过了 我们就得想招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床底下 弄个机位 后来把这开着天窗 想个办法都在想 包括门上面的那个小窗户 怎么镜头能够摇进来 我们就是在跟导演 在想每一场戏的时候 真的是掏空了自己的 好多好多的这种想法 怎么了 他刚刚动了一下 是吗 他真的动了 你的治疗有效果了 就是场景越少 对于演员来说难度就越大 就是你的信息量 在一个简单的场景里 你就必须要把它传递完 不管是你的肢体 还是你的眼神 都需要传递得很准确 可能你一个表情不对 你给人传达的信息就不对 海纳川也死 这种人家死了挺好的 你怎么这么可怕 我是因为你才帮助的顾小白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让海纳川死 因为生死只能由自然规律决定 我们的服装 在医院里的衣服 手术台的衣服 都非常有讲究 当年的一些服装 就完全我们是还原了它的 它会帮我提升很多责任感 就穿上那一身衣服 你就自己会有责任感 我们还有隔离服 就关隔离服的面料 我据导演说 听说他已经选了三十多座 然后我们的陈设 就是很还原历史的照片 包括涂松颜老师脸上做的伤疤 我们都是接戏的 是完全按照伤疤的一个发展程度 伤口的发展程度 一个顺序去拍的 所以非常讲究 它出自日本军方的实验室 而且他们一直是在用人体 以活地在做实验 这为什么 肯定是在为打细菌战做准备 上海三百万人口 都有可能被传染 你这是去送死 你比我更清楚 我马上让人把你给接出来 不必了 我决定留下 您的导演 为了我们剧里的衣服 真的做了很长时间的功课 翻了大量老的照片 老资料 最后才有呈现出我们 这样的一些衣服 我觉得恒山医院跟其他谍战剧的区别就是 轻松幽默 有喜剧感 然后年轻化 让更多年轻一辈的爱看我们这样的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